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包括了世新盘中亮灯涨停 创意资源也在这里强表态 当然包括M31最后也都是涨了 所以我们稍后一并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好 来看看今天 来看看今天 一度上涨了113点 那一度下跌了145点 中场呢 因为今天是台指期结算 是下跌了111点 收在17116点 成交量4271亿 那台积电当然也是今天盘面的主要的关注的重点 因为明天呢他要来召开法说会 那台积今天早上强最后也吐了回去 不过呢生技医疗股刚提到的这个双引擎的一个部分 有点漂亮吗 或者是呢跟这个AI啊生技相关的极档呢 还有制药股的集团股啊 宝瑞药业啊这些呢都是今天 好多档涨停如果再换一页还是很强哦 生技医疗股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成德集团 今天因为他是所有生技股当中的最大量 那人家的集团股也有所表现哦 IC设计的一个部分你也必须来看一看 今天刚提到的世新KY一度亮灯涨停 然后呢IP的相关股哦 如果待会有切换IP的相关股今天呢 也演出了一个红不浪的一个表现 好这是IPIPIP这个世新创意啊 制圆啊创意早上也有一度更强一些 另外呢我们来看联发科集团的一个部分哦 这个有大经济啊之后又付出更多的小经济 也是今天能够在盘面当中逆势演出的重点 透过今天跟大家来报告成交章数的一个榜单 这是成交章数的一个榜单 成交金额第一名就是星星的196亿 英业达185亿 广达155亿 台积电131亿 智元130亿 世新KY1115亿 以及创意的106亿 神达、维影跟技嘉 这是成交金额的榜单提供给您 今天在亚古当中呢大多都是演出了这个平盘附近的作收啊 不过以港股呢这个五盘的确是有拉升 以及陆股也是如此哦 那日经的一个表现呢是亚古之最 我们的OTC其实没有集中市场那么强 因为今天生技医疗的一个表现 也让呢OTC的指数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平盘之上 只有尾盘呢呃呃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压缩 那台股其实在中午12点前之前也都是这样平静无波 但是因为台指期结算妈 所以也导致在12点过后的下沙 刚也看到了图形 那台币呢今天是31.0 最近台币的一个波动哦 大家还在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稳住 标股圣经今天来到了非凡股市现场哦 我们欢迎柏杰先生你好明显好大家好 今天带来重点内容有哪一些 第一个我刚才明显讲到很重要哦 最近很热门的族群在哪里 就是在AI 所以第一个阶段要带大家看哦 最近的热门股 短线上关键位置在哪里 哪边多头一定要防守 哪边不能来做跌破 另外就是说多头除了AI之外 有哪一些比较强势的族群 在这里做联动或做轮动的 这个是第一阶段要来跟大家做报告的 至于第二阶段 这个很重要哦 其实行情一热啦 就会开始出现什么 开始出现这个当冲比重啊 或什么啊你看 有券商昨天主导了好几档个股的这个行情 所以呢 第二个阶段要带大家来看 当冲的必杀季有哪些 我们在实物的操作面上 我们怎么去当冲抓股票抓族群 然后有哪一些眉眉角角 我们可能要去做留意的 这些都会在第二阶段来跟大家报告 好那当冲就绝对不是这几天啦 都有跟大家进行追踪 尤其是古日现场这么灵光的指标 另外我们赶紧来欢迎产业经济专家 我们欢迎世新鲜你好 明君好大家好 那今天的重点内容有 对今天刚才博杰说到嘛 AI很强嘛 那其实今天不算的话 我们昨天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载版族群PCP族群好像有一点点在动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说 对没有错 向来啊7月开始就是这些载版族群啊 这个PCP族群开始要动的一个月份 那你就要去想说 除了PCP版自己本身以外 你要去想PCP版上面会有什么东西 那这些东西的个股啊 其实零零种种 我们今天挑大概两三种来讲 他带动了这些族群的题材在哪里 那有没有机会呢 那再来第二阶段啊 我们会跟大家讲今天AI强以外 你发现AI跑到应用面 尤其是在医疗上面的应用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长家智能涨停啊 冲泰涨停啊 这个创源啊 陈德啊 医阳这些都跟AI医疗有点关系 那AI医疗的股票还有哪些 有没有比较低价比较便宜一点的 我们今天一并告诉大家 OK 那另外我们赶紧 欢迎是谁呢 筹码大师张大文先你好 明俊好 全国非凡同学的 OK 张大文先选股是一棒接一棒 宝宝不苦 宝宝要说话 更重要是宝宝股 这个大同第二 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掌握 今天的内容有哪些啊 其实我们五月份送给大家大同宝宝 对不对 三十几 喷到五十七 一口气涨了快八成 其实两个礼拜前我们在节目中 明俊有特别问我 大同现在怎么办 我说你逢高就卖就对了嘛 赚了八成你不懂得卖 那你自己要罚站嘛 那六月份我们跟大家讲 你错过大同的 大同二号是谁 迅心嘛 跟你讲 现在在CHATGPT 对不对 大量的AI 需求大数据高效能运算 结果呢 你网通速度不拉上来 你这些都是网来嘛 所以上礼拜 两个礼拜前我们特别谈到CHATGPT 动不动会当机 所以在800G光纤网路的模组 就是迅心嘛 对不对 所以迅心你看看六月份 还在六十九十多块 今天还在一百三几啦 是不是涨了快五成 好 那你错过大同 错过迅心的 废话不啰嗦 我们昨天在非凡下午的时段 送给大家迅心二号 今天也会提供给大家吧 待会会跟你谈一下 今天大盘跌一百多点 今天不好意思 昨天还九十几块 今天涨停 今天还涨停 很快就涨停 所以说你错过大同 错过大同二号 迅心二号 你千万不要再错过 今天待会节目会跟你 详细的来破细 张大文筹码大师 选股可是很热门的 稍后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们赶紧把我时间 重返今天的股市现场 那今天看到这个 成交张数的一个榜单当中 呃 是不是也可以 今天的英业达 还OK 但出了27万 当然没有昨天的量大 神达今天能够逆势抗跌 那人保跟鸿基 不是跌停 就差点跌停 同样是今天的这些所谓的沾边股 那出大量 但是有的能够抗跌 有的能够逆势涨 有的为什么会打到跌停 这个他要分两组看 第一组是谁 是英业达跟神达 英业达跟神达是这一波 这个伟创广达拉上来之后 第二阶段跟上来的这个部队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的业务里面 伺服器其实也蛮多的 所以这是有点市场后知后觉跟上来 所以昨天英业达是第一次爆大量 第一次爆大量 他就会像之前的这个技嘉 或是光宝那种形状 就是说爆完量以后在这里震 那你像神达 神达是连涨了五根停板之后打开 才爆量嘛 所以神达这个 跟英业达来说两个 他的强度是比英业达来的强 所以这两档呢 基本上短线 应该还有什么震荡以后再过高的机会 因为他们出亮点的时间 是比伟创啊比这个广达还要来的晚的 好这个是第一组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他们基本面是类似啊 第二组呢我们不好意思讲他是假货 应该是说落后补涨 第二组的落后补涨是谁 是人保跟宏基 当然人保也是有伺服器 可是好像在高阶的部分没有琢磨很多 那宏基也是一样嘛 宏基品牌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在宏基跟人保的部分 很抱歉 如果你这两天套在上面了 你可能要想一想 我如何在这里面呢 赶快把钱抽出来 因为呢 这很有可能 这个高点他要过 至少一两个礼拜以后才会来 除非啦 除非明天所有AI通通复活 然后这个点火的 点火的这个对象 是在宏基跟这个人保上面 这个就是说 你要去分辨什么是真主流 啊什么是落后补涨 那所以你要以宏基跟这个人保 来做一个教训就是 以后买一定买主流 千万不要买落后补涨 因为落后补涨还有可能一天就结束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宏基的图形 跟人保 你看宏基跟人保 昨天爆完量以后 今天是直接下沙回补缺口 而且量还有 看人保 人保也是一样 今天是直接开低走低 那麻烦喔 昨天那个量全部都套老了 全套了 前天也套了 一根长黑套三天 这个整理的时间会很长 这个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 好我们也其实礼拜一告诉大家 他这种沾边股你不沾可惜 但是你沾了就要赶快跑 这个喔 哇神乎奇迹 我想昨天都还有机会是吧 那我们也回到今天的股市现场 是不是可以跟世新先一起来做研究 因为下个礼拜就是亚洲生计大会 而且是全球第三大喔 那这次规模呢也是呢 所有过去生计展当中最大规模 那是不是这一些呢 生计股啊 你看这个成德集团也好啊 这个算是有量的 还有呢保瑞今天 人家可是生计的股王啊 对没有错 其实我们去想件事情喔 今年是蔡英文总统任期最后一年 那其实早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 蔡总统他当时担任的位置叫行政院副院长喔 我记得那一年他就有讲说 他要这个打造台湾的生计产业 让他变成造员产业 那当时你还不是总统 你只是一个行政院的副院长 现在你当到总统 你一定要有一些成绩拿出来给大家看嘛 那在刚好今天怎么样 我们看到今天盘有拉回喔 那有一些原本的主流啊 这些AI啊伺服器 突突然出现一些拉回 那下个礼拜刚好要生计展 然后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什么 NVIDIA 他跨入这个AI医疗产业 两个啊 把他怎么样 这个资金啊 就通通吸过来嘛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个股王 生计股王保瑞 他就早早就涨停了嘛 那再加上 这个长家智能 然后充态这些 你会发现说成德集团 为什么这么强 主要原因是他们老板 这个林先生 林董事长 他一直对这个生计啊 跨足的领域都很广 有包括新药 有包括CDMO 现在也要踏入这个AI的部分 那他目前有一个愿望 就是说他在2025年之前 他希望他投资啊 扶植 7到8家的这个子公司 变成什么 变成市值10亿美元以上的 独角兽 那他怎么做呢 他就是啊 看好的公司 这个跟 呃 明基哦 有点像 他们跟加世达有点像 他就是看好 他就一直加码 一直持股增加 让他 就是说这一子公司啊 我要变成第一或第二大股东 而且啊 我要一直加码到 这个占有的股权啊 从2成5到3成到3成5 哦 所以他的企图心非常大的情况下 加上今天NVIDIA的这些 呃 跨路医疗的这个题材 我觉得哦 未来几天啊 应该都很有机会看到 呃 这些生技AI医疗的股票 有所表现 大家刚也看到咯 成德集团家族的好不好 这种舰队型 是不是也可以跟张大文先生说一下 我们今天看到了中兴店打到跌停 不禁让我们想到三天前 我们这个服务好 大同宝宝也一度打到跌停 但从那天跌停到现在 也不多说了 也弹了快9%一成 那我们中兴店是不是也可以抢啊 呃 首先大同哈 记得我们在两个礼拜前 那时候57块 明娟问我 我就讲你把握卖就对了嘛 那卖完坦白讲我并没有抢 哦 不急的抢嘛 抢什么 还有更好的 那至于中兴店的话 今天为什么跌停 啊 中兴店为什么跌停 我请你看一档股票好了 华福 啊 这AI 对不对 哇 前两个礼拜六个月份都一百七百八 啊 上礼拜创新高 AI 上礼拜追的人今天AI变什么 变BI了 悲哀了 啊 AI变悲哀了 一百八搞到一百二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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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端午节 六月份端午节前 来到我打一下六月份K线 六月份K线 六月 放大一点 OKOK 六月份那时候一万七千三 端午节最后前一天呢 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这是什么 这是第五波陌生段捷径缺口 你还听不懂啊 你不尊重人家嘛 第五波什么意思 第五波什么意思 人家华尔街七十年前 第五波叫做陌生段呢 你有没有看过电影 电影最后出现The End 你屁股还坐得赖的不走吗 人家已经告诉你陌生段 你要提防大户出货 从去年一万两千多点 十月份那时候全市长下了钥匙 是不是 我们在节目中叫大家赶快买 也跟你讲了 仅限压力一万七 端午节前来到一万七千三 我已经告诉你 这是第五波捷径缺口 你要尊重它 所以今天中兴店的跌停 华福的重挫三次跌停 是什么道理 我想待会节目 我今天又给大家上课 你要好好学 好不好 把形态学搞清楚 你就知道What's going on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 什么可以追 什么不能碰 好不好 这里千万不要急得碰 Don't catch falling knife 华尔街讲得很清楚 往下掉的刀子 你去接手会被扎到的 所以呢 这个股票很多啦 也就是市场的机会也不少 也说不要太执着是吧 也非常谢谢呢 这个我们的筹码大师 跟大家报告一下 外资今天有小小的买 买了5.87亿 投信呢 卖了21.1亿 自营商卖了41.2亿 那我们来看外资在单边的部分 买进了1311亿 卖了1305亿 买超了5.87亿 但是它也是呈现了一个大换股的一个现象 我们稍后呢 第八段会告诉大家外资的买卖超 那透过镜面当中这是外资在期货多单 因为新开仓的一个部分 今天呢 净多单开出3130口 这是外资在新开仓的净多单 另外呢当冲占比啊 当然其实如果你纯粹当冲占比呢 其实昨天并没有过7月13的一个高 但是绝对数字昨天呢也冲出了2535亿 所以当冲很热 每天都很热 但是有一些当冲前三名的 竟然在同一家券商蹲点 那面对呢当中的必杀季 我们在今天的第五段要告诉你 好我们透过镜面当中跟大家报告 今天呢一共有173档标的 站在所有军线之上站稳五日线 符合出量原则有62档 马上揭晓 神达 英叶达 陈德 星星 见准 宏基 还有呢男子店也是涨停高丽 张银还有杰波 这都是今天出量的一个部分 那励志啊 新权 正基 然后到这个创威 这是11到20名的一个出量股 也是投资朋友市场 大家看到有量增 都站在所有均线之上的热门股 提供给您 那我们留在下个阶段回来 就告诉大家 这些热门股到底如何操作 法人又是如何交叉比对 锁定非凡股市现场 好 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整个AI股的第一线 也是今年呢 应该到目前为止喔 是从头涨到尾 几乎没有休息的IP股 所以今天的包括呢 世新KY啊 今天的创意啊 M31 我们先看他们的走势图 这一波的降波图 他们在今天是在告诉大家说 AI股没休息吗 这有具备什么一个条件 如果日K线来看 对 就明娟刚才讲到重点 就是说今天AI顶上来跟你讲一件事 我的类股轮动还是正常 但是呢 为什么今天他要特地抓AI出来轮 因为今天 为什么要抓细制裁 因为今天的AI很多 都是在爆量之后 开始出现大震大 我们来看从今年年初时间再拉长一点 他不是AI第一线 谁是AI第一线 IP股 IP股是算是最早起涨的 只是说 大家近期被吸引过去以后 大家会认为说 好像正统的AI是什么 是回答法说以后 才开始起涨的那些人 但是如果你回到原始的东西来讲 最早的AI应该是世新跟创意 好 那当然 今天第一个重点很重要 这些热门股 短线正成这样 我们怎么去看待 怎么操作 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最近的当务之急 为什么 因为 这一波的行情会不会结束 重点就是在于这些热门股上面 好 所以我们先看热门股的焦点在谁 在AI 还有今天的重点 重点被中兴电带一个 这个四电啊 华城全部都下来了 好 另外伺服器相关的 这个伺服器相关是讲我们 除了做伺服器外 周边的这一块 再来就是我们讲到的细制裁 另外 最近这两天有一点异军突起的生计 好 那一个一个来看 AI短线 我们讲的就是 伪创伪首的这一类 他们已经出现什么 高档放量而且 这个脚部有点不一的情形 所以呢 短线我认为它是需要降温的 伪创比较好的是说 来把这个游标给我 到这一根大量了 对 你看哦 这个短线上 伪创在放量以后 诶 这个主管机关对他很好了 马上就处置了 其实说不定是好事 真的是好事 为什么我们 我们看下一档 我们看2376的技嘉 你看技嘉 有没有 同样的游标 对不对 放量以后 技嘉在这里量已经开始出来了 看2301的光宝 你看光宝科 有没有 量支在隔天 我们把游标移到隔 你看他是放在隔天的量之后 这边都是一撮大量 所以不是处置股也有 不是处置 处置股有处置股的好 处置股 筹码的好 是政府认证的标股 就是跟你讲这个太标了 要让你降温了 好 所以我们回到字卡来讲 短线这些要降温 所以你就不要太一头热 那因为树再高 他也不会涨到天上 你看伟创这个 从60几块一路爬到现在 把时间拉长 这个还不止 这个50左右爬到145 几乎是三倍的 这又是大型股 这不是在开玩笑的 这个说真的 他涨的这个态势是比 前两年的这个货柜还要猛 而且他在个股股期 每天都有4万口以上的成交口 这个非常热门 好 所以我们回到字卡来讲 这个AI这一组 你就先不要想 还有一个很重要 这个00900 删除了伪创跟伪影 当然 他们已经私底下有找外资 去换过手了 所以调整已经调整结束了 不然你要想 00900里面有3万张的伪创 如果没有找好 这个是潜在的卖压 但是也因为00900 把它删除 这代表一件事 未来的ETF买盘在这里 似乎 就没有那么强了嘛 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好再往下看 除了AI之外 光宝广达跟技嘉这三档很重要 我们再给我他们的这个日线 光宝广达跟技嘉 你一定要去留意什么 最近大量的低点 绝对不要来跌破 你像光宝 光宝这个游标来这一天 这一天的这个大量低点 是在130 所以光宝多头防守 一定要守在130 只要一破 就代表什么 他短线有转弱的疑虑 看广达2382的广达 广达大量的低点在哪里 在189.5 189.5 你要记得 短线也不能破 你看这两天 他们都守在这个位置上 再来技嘉 2376的技嘉 技嘉大量点的这个位置在哪里 在290.5 290.5 所以你要记得 290.5这个位置 多头必手 你看这几天有没有 破了就拉 破了就拉 很重要的为什么 要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说 爆量低点 爆量的低点 你看大盘 看加全指数 加全昨天的低点 今天早上是要守 今天早上 你看昨天盘 开盘大概只有3900亿 然后开完以后到9.15 9.30 开始这些AI 又开始往上喷的时候 突然 预估量就来到5300 5400 那到尾盘因为杀下来降温嘛 所以昨天是4800 对不对 好你看 昨天低点跌破 告诉你一件事 在极短线的部分 这一波的 这个多头 已经 有 被降温的迹象 好 那当然今天结算 结算很有可能就是 故意要压低 好这个都好 所以明天很重要 一定要赶快收复今天的低点 你要观察今天 另外一个 大盘的这个低点 这个游标移过来 16994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更重要 因为你要看喔 这一波的量都在这里 也就是16994如果正式跌破 这些AI也转弱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盘 波段 有结束的疑虑 这个是给大家去观察热门股 跟大盘同步的一个方向 好 那再来喔 重电 重电短线过高急跌 对不对 他就变成本来是要突破了 又回来原本区间的我们来看 华城 1519华城喔 你看华城 这两天的走法有点变成什么 时间纪念 好 其实有点肩头烦着 有点 但是比较好的是说 因为这两天就被关起来 因为关过又打开又关 他 但是这两天比较倒霉 是被关了20分钟 20分钟一定守不住 因为20分钟的需要的钱 非常的多 所以 这个呢 你就观察 下面这个缺口 再来我们看中兴电 中兴电今天被没收了20亿嘛 对不对 EPS好像会少了4块左右吧 好 那 今天你有没有发现 正常来讲 如果 这个利空 大家觉得 消化的下去的话 今天量会出来一点 可是你看今天的成交量才几张 今天才9400多张 我卖大概两三万张卖不掉 那就告诉你 中兴电明天势必 还有可能至少再吞至少半根以上 也就是这边 好 那今天中兴电做了一个很快的示范 他把华城跟 看1503的四电 把四电也带下来 好 四电时间拉长一点 四电正常来讲 应该这一 前天应该就是直接要上去了 结果昨天也是被带下来 对不对 好所以他现在多头要回来防守这里 这边要防守 不管有没有守住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就好 当中兴电打开的时候 四电应该要比他先拉上去 好 因为重电三雄 以目前来看条件最正常的 就是四电 你说华城要拉可能还有点难 所以 重电你就看这一块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字卡来讲 除了重电之外 伺服器 伺服器轮动 除了前面我们看到 这个尾创啊 尾影啊这些之外 最重要就是窗户 看一下窗户 他现在还在警示当中不是吗 窗户关完以后 又飙对不对 那完蛋了 又背 他如果再继续涨 他就会跟谁一样 会跟华城一样 就有可能会变成什么 20分钟一盘 到时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是窗户 但是窗户也告诉你一件事嘛 这边换完手以后 对不对 你看这边刚好在洗 这里 出来以后 量要放出来往上走 正常来说啦 这一段要复制来这一段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看技术面的这个东西 好 那窗户也很重要 所以你看 滑星光上来以后 最近在涨谁 涨一些相关 光阻被动元件的部分嘛 就是什么潜顶啊 之前的上拳啊 波若威等等 这些都在动嘛 光盛 你看 对不对 潜顶也是嘛 潜顶在这一波 也是 往上拉 这都是滑星光带上来 所以 这一个族群 你就要去观察 这个相关的 你看 潜顶到今天还在涨停嘛 这个就是滑星光的比价效应了 好 那整个来讲 这些热门股 刚才有给大家看过图形 技术 那最重要 你看外资最近都在调 还好什么 投信都在买 也就是说 你丢我减重的话 这筹码是没有失衡的 是的 没有出现大混乱的情形 但我要提醒大家是什么 融资 在这一波攻上1万7之后 出现了单日大增48亿的现象 这代表什么 你看融资这几天 大增 那前天的低点 今天被跌破了嘛 对不对 代表什么 代表融资进来的 这两天是套牢的 好 他也暗示你什么 有过热的迹象 这个是我妈特别留意 好看下一页 对 下一页的这个 你看华晨最近法人通买 所以这个下来会有支撑 那另外还有一档新的 我们看一下励志 励志这个也是 连跳两根 三根涨停之后 你看 开始震荡嘛 但是这个短线这里换手 只要昨天的低点没有跌破 这个大量去震荡 震完以后应该还有一波 因为 以前面这个状况来讲 大家手上都没货嘛 没货你要进货嘛 所以这个还有高点可期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作为热门股的参考 另外一个生计 电子在不好的时候 古王这也是高价的 对 来看一下古王 我刚刚讲生计要动一定是动古王嘛 你看时间拉长 他刚好什么 刚好突破了这一波的天花板 但明天很重要 你千万不能突破完以后 马上叠半根回来 你看上次 很像有突破对不对 这里 是不是 都有这种现象嘛 都有这种现象 所以你要小心 是不是假的 但是这一波有人先往上涨 是谁 4123的陈德 我们看陈德 出量喔 我们刚刚有讨论 陈德的量那么大 但是陈德股性不好 而且 涨到这里才出这种大量 明后天请你不要追高 人家整个集团股 我刚刚你看都有表现 他有 但是就是说要提醒你 因为时间拉长 很长时间他没有出过这么大量 我们把这个陈德的时间拉长 你会发现有没有 出大量其实没什么好事 这代表什么 短线也需要休息 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 也就是说这一波的热门股 到目前检视完以后 多头还有机会 但是你要小心的是 涨多以后的震荡 有可能会把你 短套 然后会造成什么 造成你的判断错误 OK好 所以针对这些热门股的一个追踪 除了技术面之外 筹码的一个变化 当然啦 最近这个当冲热到了极点了 而且发现喔 昨天呢 当冲股的前三名都在同一个蹲点耶 好这个 卖个罐子 当冲的重点喔 下个阶段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真的都冲太凶了 而且都蹲在同一家 神乎奇迹 马上回来 好回到节目当中 那我想呢 许多投资朋友呢 也希望呢 从产业经济的一个角度 经济产业的一个部分 而找到未来的一个趋势产业 对我们刚才讲嘛 这两天有一些PCB板的股票很强 你看男子店一直涨 对不对 那你就去想嘛 把PCB秀一下好吗 对 超强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PCB板如果会热的话 那它上面到底搭载哪些东西 所以你就往这个方向去找股票 我想大概八九不离十 那我们今天是直接跟大家讲 其实PCB板上面还有什么 几个东西啊 席球 然后席球要怎么把它弄上去 大家看一下 绿色这个PCB板 那上面这个银色的东西 就叫席球 那席球怎么把它弄上去 你要雷射 然后这个PCB板里面的东西 你还要什么 你要散热嘛 那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这个 席球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请导播给我一个黑板 我简单画一下就好了 其实它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你假设说这个是晶片 那你晶片搭载下面这个是 这个ABF载版 然后在下面才是PCB板 那你要去想一件事 你这个一个一个搭上来 有时候晶片上面还搭晶片 这个现在COAS封装就是这样 超高层 可是你要去想 这些东西本身不会导电 你宅版PCB板或晶片 本身不会导电 所以它里面其实都是有穿孔的 就是所谓细穿孔 穿孔它里面再把它镀铜 那你镀了铜 可是铜有一个缺点 铜会氧化 那你氧化完之后会怎么样 就不通电了 你可能就会不通电 不通电了 所以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在它的这个出口中边 弄这个所谓锡球 为什么 因为锡不会氧化 然后锡本身也是金属 然后金属也能通电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跳回去看 就是说锡球 你就要知道它是有需要的一个 那再来这个锡球 对有需要的 对 你要怎么把它打上去呢 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用雷射 锡球从这边滚下来 然后雷射把它加温 加高温 让它变得有点好像黏黏的 像胶状 就可以黏上去 就像这边就可以一个一个黏上去 所以你就要知道 雷射可能也需要 那再来呢 你晶片什么 CPU GPU 最后都会发热 所以你主机板里面什么 你也需要散热嘛 那散热有这么多种 什么U型的 U型 他这个白色的 银色的 银灰色的 这个是用铝做的散热漆片 那仔细看这边 黄色的 那个是铜 那这这种U型的 做成这样 那也有这个直接接触 就是底部 这个是反过来看 这是底部 底部直接贴在CPU上面 然后把它散热的 那也有说 底下不要用那么多铜 我可能弄铝 但是铝的散热可能就没有铜那么好 那也有像这种3D的 下面这一整块通通都是铜 然后铜散热最好 再把它贴到CPU上面 然后呢 再散热 这旁边有一根一根柱子 把它 然后再用这个铝的漆片 去把它散热 所以散热也需求 也有需要 所以搞来搞去 这个大概几个东西一定要 这个 习球 你需要 然后雷射 你需要 那再散热你需要 那我们国内大概几个概念股 我们再看一下 习球有谁 这个声帽 还有叶强 当然叶强今天跌停版 那他为什么跌停 我大概看了一下 不是他基本面 也不是说营收不好 主要是 昨天有太多人当冲了 这个真的太奇怪了 我查了一下昨天的筹码 有很奇怪的外资 那个外资平常不买 然后昨天突然买 然后买了今天又这个 可能就是他倒出来 这个隔日冲 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跌停也打到这边的 这个跳空缺口的支撑区 都还没到 所以这边跳空缺口 这里是有一个 强力支撑的话 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 那我们再看还有谁 这个雷射 那雷射就有8027的泰森 还有6207的雷科 那这里面 其实泰森你可以注意 我们等一下会讲 你看他昨天留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那粗量 那今天掉下来 你会很担心说 怎么跌那么多 把昨天的涨幅全部吃掉 但是啊 你仔细看 根本没有量 那没有量代表什么 代表说 其实这个应该只是资金暂时挪移 不是说大家很很看衰他 看衰他你应该是报大量 然后跌 所以这边也有所谓的支撑区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个你给他一点时间 他应该会上去 那再来我们看还有散热的部分 那散热像 这个立志啊 泰塑啊 建策 建策就是做均热片均热板 所以 大概这几个族群 当然 股票我只是 各选两党来做一个 比较 不是说就只有这些股票 那这里面啊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 泰森 因为COAS封装啊 你一定要用什么细穿孔 我刚才讲 那你细穿孔要很细的话 你要用雷射 你不可能用什么 钻孔的机去钻他 你要用雷射才能均匀 才能精密嘛 那再来就是说 台积电六月的竹南封装厂 开始营运 他本土 他因为他是本土厂商 一定会受贿 那再来就是说他的大股东啊 在去年的时候 开始有大量的买 买进 那库长股大概3500多张 也有传闻说台积电通知他 赶快扩产 所以如果不出乎我所料的话 应该是7月左右 你看他营收应该就会逐渐上去 那再来我们看 这个叶强 我们刚才讲 席球国内只有两家公司 那他就是其中一家 上市上柜 那重点是他也有做热导管 所以我们刚才讲三个题材 他就有两个 那而且他热导管是出给谁 双红尼德科 尼德科就是以前的操纵 齐红光宝科 那这个 一样做这种导热管均热板的话 其实建策就更贵 那我们再看他 转投资百德机械 百德机械是 国发会 在投资的 那国发会 投资的公司很多 只有一家机械 就是百德机械 这个你要留意 那国内少数有冷凝管 冷凝管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讲 你记得说它是液体散热 要用到的一个关键元件 国内有做的没有几家 他就是其中一家 所以你看广运啊 技嘉这些液态散热 你不敢追的话 其实6124的叶强 今天刚好跌停打回来这个支撑区 就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从这个席球开始弹气 怎么把它给附着上去 也都是技术 那我们留在下阶段回来 当然寻找谁的第二之前 要先把行情的一个形态 筹码大师回来告诉我们 好 那寻找这个下一棒之前 对于行情哪个部分 好吧 市场像你那么资深 能够断行情的人 似乎也没有那么勇敢 这个大盘真的筹码 没有三四十年 一般人是搞不懂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回归现实吧 筹码断多空了 不带任何感情的 我的图卡 去年十月 我们在非凡 但是高点不是过了吗 这个就奥妙了 这个就学问了 高点不是过了吗 这个学问就来了 好 我们从去年年初 一万八千多点一路讲空 那时候没有人要信 我跟你讲 就跟端午节前跟你讲 陌生段也没有人要信 这没有关系 你不信最好 不信才表示我准 如果大家相信 我跟你讲就不准了 那去年十月份跌到一万两千多点 我记得那一天 所有的专家破底不要碰 只有我满怀欣喜 对不对 我要跟明君讲 币点已经买了 你赶快买 很开心 而且我们也跟你预告了 仅限 重大的仅限压力在一万七 那你要了解一万七以上 上档是什么 一年多的套牢筹码 你不要问了 这些兄弟在上面等你 最近讲话很有口德 虎视眈眈 对不对 最近我修佛了 修佛讲话要有口德 来到一万七 市场就是很现实 你要了解这些人的苦处 他苦等了一年 一万二 现在来到一万七 你当他是塑胶 你当他吃素的 好 来导播 那端午节前我的图卡 端午节前我的图卡 OK 我特别给你强调 第五波 你要尊敬 对不对 这人家华尔街 七十年前很辛苦的 波浪理论不是自己乱化的 第五波 然后又出现这个很可怕的大败笔 捷径缺口 我说多头就是牛市 牛市 牛羹田你有看过用飞的吗 只有西班牙看过牛用飞的 那个斗牛都没有好下场的 对不对 牛一旦要飞 我跟你讲 就西班牙斗牛场 你看下场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端午节前 我已经跟你讲了 来导播打你们的图卡 好 OKOK 五月份 端午节前我讲了 这开玩笑 这出个捷径缺口 然后又是第五波 这行吗 导播 从去年十月 你们的K线好了 我跟大家顺便上个课 听到的你就捡到了 好不好 这是第一波 第一波叫什么 出声段 来回答我 我们不要死背 什么一二三四五 没有意思 第一波出声段 大户在干什么 吃货 进货嘛 吃货 对不对 你做生意第一件事要不要进货 对不对 跟做生意一样 所以大户跟你们一样 做生意都是一样道理 进货完以后 当然筹码要休息一下嘛 第二波的修正 然后第三波是什么是 第三波叫做主声段 你做生意进货以后 你要不要整理一下 要不要包装一下 进什么东西就摆出来卖啊 你怎么可以增加价钱呢 包装的漂漂亮亮的 这就是主声段 啊 这很漂亮 然后再拉回修正 然后从五月份的一万五 我说很抱歉啊 这是第五波耶 一二三四五 所以要学与自用 波浪理论不是拿来乱背的 第五波大户要干什么 我请问你 你做生意进货包装整理 你要干什么 赚钱 要卖啊 要赚钱 要卖啊 是不是 你以为大户买了半天 抱了囤在仓库啊 做股票一样的意思啊 大户要开始股票要换现金了嘛 所以导播打你们图考 从五月份 五月份 OK OK 所以五月份 当时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严重的败笔 这是第一个缺口 第二个缺口 第三 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摔 三而结嘛 所以端午节前我已经跟你讲 这里你要提防大户出货 而且我讲缺口一定破 结果有没有杀 是不是杀八百点 好 那八百点之后再度强谈 导播把这里放大 放大到这里就好 OK OK 那我请问你嘛 跌八百点之后再强谈 那刚才明娟也讲得很清楚 昨天创新高耶 昨天创新高什么时候创的 开盘 开盘 我问你小时胖长大会胖吗 最近的开盘 开盘创新高收盘就创新高吗 开盘 所以为什么K线收盘那么重要 昨天好好思考一下 这里又来到了前波的什么 高点 那你要看啊 昨天如果开低收高 味道不一样了 昨天开高收低下沙 而且怎样 出大 带量 朝黑带量是什么意思啊 大户在干什么 你不要跟我讲大户进货 同学好好学一下 长黑爆量开高沙地 可是这个爆量是当冲 事成是当冲 我管你冲 我管你 我们不要谈那么多 你要去研究这个研究不完了 好不好 当冲也是一样 我跟你讲当冲第一季 人家都有统计啊 一季就赔了几百亿了啦 对 当冲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啦 当冲只有证券公司营业员感激 很开心 我很想去那家公司上班 感激你 感谢你们发薪水 我想去那个蹲点那家公司上班 我都不知道 我请问你 你有看过世界上哪个当冲发财的啊 华伦巴菲特有没有当冲过啊 是不是 所以同学 我一直要跟你讲 你要锁定一个 人家神乎奇迹 对不对 就选股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我请问你现在这里出现 各种做法 现在这个出现什么事情啊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啊 有没有去速食店啊 麦当劳吃过没有啊 好好把股价形态查一下 第五波 捷径缺口 然后又出现了M头 而且这里又出现了严重的爆量 长黑 开高杀低 严重出货 那M头出现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 你不要跟我讲往上啊 问题真的就是在出量 就这样而已嘛 是啊 你要了解为什么会出量 所以你都了解 这是一个很生活化 你了解大户的手法 对不对 就像你们今天你不懂老千的手法 你去赌场你能赢钱吗 你懂老千 那他一出老千你就懂啊 所以为什么解盘我们都是 啊 不要说我们这个这个啊 糙粹了 我们就是实话跟你讲实话了 好不好 这里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为什么华福四殿 M头第二个头出现爆量之后 我请问你可以去乱接吗 这里接下来要干什么 这是景线哦 啊 去好好翻翻股价形态的书 好不好 那回跌到景线 会发生什么事 这都是你要了解的事情 好 啊 所以M头现在已经啊 95%完成了啦 好不好 其实在这里我们已经跟你 跟你点出来了啦 啊 所以现在只是照着剧本走而已 好不好 啊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送给大家那句话 Don't catch falling knife OK 但是也有更好的股票 没有问题 啊 你错过大桶 对不对 错过讯星 啊 我们七月份送你的讯星二号 你看看今天有没有涨停 是不是啊 照样涨停嘛 有什么关系呢 好不好 所以选股搞清楚 那现在最夯的是什么 好不好 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大家很清楚啊 现在世纪大战就是什么 NVIDIA跟AMD嘛 啊 对不对 昨天NVIDIA股价又创新高哦 微软也创新高 没关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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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有台湾的做法啦 OK 好不好 台湾跟华尔街两回事 好不好 啊 微软创新高我们恭喜他啊 是不是啊 也出大量 也出大量 不管怎么样嘛 那当然这还是多头结构了 好 啊 那我们的股票 今天照样啊 还第一支涨停 这是鲜 很鲜美的 好不好 赶快跟上啊 待会第二段 我们好好的来剖析一下 OK 也在我们的第七段落 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掌握 也谢谢大家对股日现场的一个支持 你们的掌声 还有我们的订阅 按赞 还有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我们的确会更努力的跟大家一起 在研究的道路当中 一起大家都是投资道路上的伙伴哦 团队们 回到节目当中 哇 这个AI实在冲太凶了 而且其实我们这一个多礼拜 也都有跟大家来进行追踪 我们再把我们那个当冲成交金额 跟当冲占比的一个部分 哇 这几天随便都跳到四成以上 当冲成交金额也刷了一个 今年的一个新高记录 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哦 昨天当冲第一名是银叶达 第二名是金宝 第三名是神达 怎么蹲点买进卖出 都在同一家 我们来看下一档好不好 金宝 你看我不用换 哦好 再来下一档 前三名都是神乎奇迹啊 凯基里面有几个点很重要 一个叫凯基台北 凯基台北就是 大家知道那个隔日冲大户 另外一个点叫凯基市政 在台中 那个也是一个隔日冲跟当冲大户 那不出我所料啊 如果去看戏的应该大概就这几个 那其他的应该就分点 有一个可能是什么 因为凯基出的报告 还算有一点一定的品质 他胡伟邦也是凯基也很大户吧 对对对对就是说 应该这样讲 现在券商 某些券商出的报告 算有一定品质 所以当他出报告以后 市场跟券商里面的客户会买单 也有可能 所以呢有可能最近AI热嘛 那可能我凯基的研究员就推 啊就是什么神达啊 音业达啊 金宝 刚好今天券商的客户 早盘开完会 报告发出去 我买单我就进来 那像我们去看端点 总是慢一步了 这没办法啦 除非就是你认识发报告的人嘛 对不对 你看外资是不是都这样玩 对不对 发报告钱先买啊先卖啊 这些也都是当充高手 美龄啊 摩根斯坦利啊 摩根大通也很多都在里面 那些里面我跟你讲 因为我看点看久了 美龄摩根大通 这个都是什么 假外资比较多 蹲点 我只能这样讲 假外资比较多 很多股票莫名其妙 外资买什么 你看摩根大通 我以前觉得摩根大通很厉害很大肩 怎么都在买这种 当充 奇奇怪怪的股票 对对对 好 所以我们回到主题 谢谢神乎奇迹 当充六大战术 先跟大家讲 当充是什么战术嘛 第一条千万要记得 因为很多人当充不成 充成传家宝 就是本来是要当充的 最后什么小孩了 还有隔代 隔代的传家宝都有 你要记得你要当充 当日是一定要当日币 对 除非啦 你今天买在平盘 或是你赚超过6%以上 你要隔日充 它有涨停锁住 你要隔日充 那另当别论 所以例如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那种沾边谷 就是沾了 就是要懂得 那总更不用讲了 一定要今日是今日 其实 刚才看到的这个鸿基跟仁宝 他已经给你一个最好的示范就是 你只要买这种落后补涨的 你手脚没有快 你闻死啦 你就算买在昨天长红的一半好了 你今天前天长红一半 你今天回来看 你赚了多少 你几乎是没赚钱 明天如果万一再跌下去 对不对 你看这个导播还很贴心 帮你游表移来 你看看这个差距差了多少 扣完手续费没多少钱 一张了不起 赚个一百一百五而已 所以跟大家讲 第一个很重要 今日是今日币 一定要颜色停损跟停利点 当冲是要抓坡洞的 他上下来回正最好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冲 你要往上冲也可以 往下冲也ok 所以你一定要什么 先判断大盘是强或弱 大盘你觉得今天可以往上攻 还是今天有可能开高走低 还是今天会开低走高 你再去选 如果今天大盘 我觉得他会开低走高 谁会领先大盘往上拉 再去选什么 各股的当冲方向 这个是 这个工作你没有做 你怎么冲 你输的几率都超过八成 再来我刚刚讲 当冲是要抓坡洞 抓流动性 所以流动性跟热门股 是当冲最重要的王道 如果你没有找这些股票 你一直冲自己手底 也就是你手底都是冷门股 僵尸股 或是都不动的 叫好不叫做的 我跟讲你当冲你也赚不到钱 一定是往流动性高 热门的股票去 那另外就是说当冲 因为你是抓 上下来回瞬间的波动 所以最好找什么 开盘有明显亮真的股票 这个会让你的胜率拉高 为什么 因为表示什么 有钱进来了嘛 钱有进来 这个股票的波动会大 钱进来 你觉得今天是 可能这个前进来是热吉深杯 你要往下冲也OK 你觉得买的上去也OK 这个就是重点在于 很重要再跟大家讲一次 当冲你要抓的是什么 波动 你要抓波动 所以你一定要选什么 有流动性有热门的 好再来 其实很重要 有族群性的主流股 就可以一冲再冲 你可以找盘冲完尾创 今天技嘉还没发动 我去埋伏 冲技嘉 技嘉冲完 神达今天也没涨 搞不好神达尾盘会动 我可以冲 或者是一只股票 来来回回一直冲 这个可以冲再冲 好再来 请你要相对大盘的强弱来决定买卖点 就是说什么 大盘早上9点半过高了 结果你选的这一只呢 10点才过高 好那你就要小心什么 大盘转弱的时候 他会比大盘先转弱 就是说 你要用相对大盘 他的强弱来决定 你要怎么买 怎么卖 这个是给大家 你在战术设定上 好那 再来很重要 我们往下看 就是说 刚刚有讲嘛 你要找强势股 找主流股 好 所以 所谓的强势股 不是往上 你要记得 当充 你像去年那种行情 你也是可以充 那一种 去年那种行情更简单 找盘一放空 就是不要理他 收盘再去回补就好了 那今年是 比较有趣的是 今年你是找盘买 尾盘再去卖 好 你要记得 可以找这种 大趋势稳定往上或往下的股票 找他一直充 什么叫大趋势 就是 一个趋势在走 他不会一下就结束 所以 如果大趋势是稳定往上的股票 那你什么 就往上冲 如果他的大趋势是稳定往下 你看他是跌不停 跌跌不休 每天开高走低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 最近的这个 汉翔 2634的汉翔 你看汉翔 这一个月 有没有 这个你每天 从这一段 你没有发现 这一段你每天开盘去卖一张 你到收盘 你大概都可以赚钱 向下走 是不是稳定往下走 对 你要找这种 有趋势性 然后 比如说 趋势有往上 有趋势往下 对 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说他不好 对对对对 给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看创意好了 你看创意 对 你把时间拉长嘛 你扣掉这种震荡的段落 如果他是在这种 你觉得这一段他是要涨的 你每天去冲 虽然他有些时候会黑棒 但正常来说 你都赚得到钱 为什么 他也是什么 稳定往上走的股票 那我会建议就是你要抓当充的股票 来创意图再给我一下 我们用他举例 你要时间再长一点点 你要抓这种当充的股票 你一定要抓他在走这一种段落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一个极短线比较明确 强势往上走的段落 不是每一支坡断的主流股 每天都可以 要是你去冲创意这一段 这创意怎么都难做啊 老师你跟我讲 主流股对不对 结果我在这一段做都不赚钱 怎么你都可以做得到这一段 这个就是你选股看图的功力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尽量找 在这一种段落的 我们举例我们再来看 看广达好了 我们看广达 时间短一点 你看广达 如果你在这一段 每天去充扣掉这个黑棒的天数 你在这一段每天去充 扣掉这几天回档的天数 你会不会赚钱 会嘛 也就是说呢 你没有买到 这种大热门的股票没关系 你可以每天在他里面当寄生虫嘛 你每天在里面当充可不可以 可以嘛 比如我们看光宝 你看光宝 这一段每天涨 每天涨不停 这一段再吞出 你可不可以每天进去当充 可以嘛 你一定要选这一种 你不要选说 我手上 我手上 比如说我偶一堆中华电信 我每天用我的中华电信来当充可不可以啊 你赚不到钱嘛 你会赚不到钱 所以我们回到字卡 刚好讲稳定向上稳定 好记得齁 勤贼先勤王 指标股 就找他一直做就对了 我今天跟你讲的都是 诀窍 就是重点就是 你就找最强的或最弱的去做就对 其他你都不要想 涨不停或跌不停的股票 你就每天顺势去冲 直到什么 你连续三天冲失败代表一件事 他可能要进入震荡的横盘段 或者是他的趋势要变了 你就每天这样做 如果你连输三天 你要记得齁 你每次进去的金额都要一样 你不要 诶今天我心情好 我就多下一点 那我跟你讲 你这样就会有可能大赔小赚 我们再往下一页看 那你要记得 往上冲了 早上领先拉高的股票就是 你主要操作标的 最重要的 为了避免 刚才我们看到宏基跟人保的残距发生 你要记得 后来跟进的股票就是补涨的股票 要适度的停损停利 然后如果像这几天 这个 个股震荡比较 你预估如果早盘 大盘爆天亮 你可以什么 埋伏在高点 往下冲 好 我们举例来看 现在不是说埋伏 我们看这个 世新跟这个神导 我们要怎么当冲 请导播给我这个 没有钱的不要乱冲 5分钟K级 我现在只是举例 你看图形很像 5分钟的K线 时间短一点 好 OK 你看 这个是昨天收盘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一开盘 量比昨天盘中都大 是的 开盘量就出来 这种就是什么 你早上可以选 那这种股票怎么选 你的看盘软体会有吗 你什么 早上的大量股啊 或是量增股 这个呢 当量出来以后 你发现 把它清掉 你发现 早上回测一次 没有跌破出量的低点 又有过出量高点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区块进来买 哦 往上 对 你就往上买嘛 因为它有增量嘛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盘中的江坡 有增量 对 回到盘中江坡图 对 你可以在这里买 你就买来等嘛 那 停损设在哪 可能就设在 早上的低点的位置 你看 是不是就拉上去 好 拉上去 我要建议 因为你是当充 你是当充 不要忘记你是当充 都挂在涨停板要卖 那不可能 你 拉到这里 2090 2130 2150 你够了 随便你卖 那个就是当充 这个是 我们看 四星KY 好再来看神达 你看神达今天 上上下 这可以充两次 至少充两次 一次往上 好 一样 神达 我们来看五分钟的K线 你看神达今天开盘 好五分钟K线 神达今天开盘 这个时间再长一点点 对 好 今天开盘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个是昨天 好时间再多一点 今天开盘在这里 今天开高 诶 量又有出来 对 可是今天五分钟是收黑的 所以 要是我 我会先观望 好五分钟收黑观望 你看他打一个小底出来 又打了一个底部 对不对 这里是有一个类似 双底的形态 有颈线对不对 在突破颈线 过了 对你要去买 你要赌这里 要赌这里 我都没意见 就是说每个人赌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我看了说 第一个你要有粗量 再来 你要有个形态嘛 好 过了 你买 上面这里 你是随便都可以走 你是随便都可以走 我们抓的是它的坡洞嘛 那至于 这里 你要不要去 空下来 这个是属于你 你自己在做判断的嘛 我回到江坡来看 就是说你看神达早上在震荡的时候 对不对 嗯哼 这边 这个区域 你看他一直杀不下来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买 我可以在这里买吗 那拉着这一段上去 走一趟 最差最差啦 你都要在这里把它卖掉 不要贪心 都要在这里把它卖掉 也就是说 因为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讲妹妹嘎嘎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五分钟图 有一些原则啊 你要记得 最重要你要做当同 去看个股 热门股 前一天谁买谁卖 进出 筹码很重要 筹码很重要 以后筹码有时间 我再特别 再跟大家讲一下 再找一段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看筹码的进出 因为筹码 你看久了你会知道 哪一支股票啊 都是谁在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当冲股 我们也跟大家 从今天的一个榜单 可以看出来 昨天这些就是当冲热门股 全部都是AI嘛 对不对 或者是波动大的 有放量的嘛 你就记得 你要当冲 就是往热门股去找 它的波动才会 至于往上或往下 这个你自己要有底子去判断啊 这个你一定要有底子 不然你就什么 股市现场 记得看 都有分析师来帮你做功课 OK 所以呢 如果觉得这个股市现场 有点看不太懂 那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学习的问题 股票市场就是这么有趣 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浩瀚 所以呢 锁定非凡股市现场 那下个阶段回来 那我们就从整个生计开始 族群在集结了吗 那也看到这一次呢 生计大会的一个召开 我们要如何接招招招 好 回到节目当中 当然我们刚在节目的一开始 也提到了今天呢 整个陈德集团的一个漂亮 那还有甚至呢 生计股的股王亮灯涨停 但不可否认 因为最近因为AI实在太强 资金很容易被吸走 然后所以生计股的一个涨势 其实一直都没有说很有延续性 都有点断断续续的一个现象 对啊 没有错 因为你去想嘛 生计你这个时候还能讲什么题材 早就没疫情了嘛 对不对 那你也不可能去讲说 又有新药啊 这个题材都炒过了嘛 那CTMO 这个药的代工也都有 一条龙的 那生计还有什么新的题材 就是AI嘛 把它跟AI结合嘛 所以我们大概就看一下 我们先知道说 AI对医疗有什么帮助 当然是在精准医疗上面 那现在精准医疗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 以前的精准医疗就是说 简单讲就对症下药嘛 你哪里痛 医哪里 然后了不起就是说 这个因为医疗的进步 所以让你不用再去承受 比较多余的疼痛或者多余的治疗 现在是走向预防 精准预防 那你看他这个比例 我们过去是在 这个治疗的部分 在精准医疗里面占65% 2012年还是这样 但是到2025年会变怎么样 哎治疗只剩下51% 当然还是过半 但是你会发现说预防的部分 从35%变到49% 那这里面怎么样 这就是这个东西就会有商机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字卡 这个到底有哪些的 AI医疗或精准医疗的概念股 今天都很强 像长家智能 他基本上是已经有 拿到美国那边的一些认证 那医疗母公司就是 炎洋嘛 那他也开始 供这个AI医疗产品 他已经是挥达认证的伙伴 那明达医疗明基集团 专攻眼球商机 这是什么黄斑部病变还是什么 那这个的话其实 大家还是要爱惜一下自己眼睛 保护 这个没事就吃一下这个 叶黄素 这个蛮有效 那阳光大气的戴太阳眼镜 对就不用来搞这些 那再来就是说静虹 而且也是眼科 所以现在人眼睛的毛病 真的特别多了 所以我还是强调一下 叶黄素要多吃好不好 那再来就是这个充态 这连续两天都涨停 今天充态根本是一开盘就一架到底了 你买都没有机会 那跟炎华在合作 也跟NVIDIA合作 这个医疗的平台 那主要是在影像的部分 那这些都很贵 那还有 有没有便宜点 那有 就是谁 最便宜的AR医疗概念股 就是光群雷 那全球第一款 上销化到磁控 磁控性胶囊型内视镜 这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我们在讲这之前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精准医疗 这种内视镜它到底是 怎么样的意思 首先你先看大肠镜 其实内视镜 大肠镜 胃镜 意思都差不多 你要先知道说 大肠癌 每年烧掉我们健保150亿 所以医生说 你如果早期能够做这个肿瘤 腺瘤的侦测 这个是关键 那再来就是说 大肠镜加AI 每秒30张运算的话 这样 可以很快的找到 有没有风险 那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什么 大肠很长的 那你看它其实主要是要 说真的这也蛮辛苦 要靠医生的经验判断 不同的医生 对大肠镜的敏感度 相差一倍 这很好理解 你20年的医生 跟2年的医生 一定有差 凌床 AI可以拟凭这个盲点 那降低总体癌症的成本支出 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 那我们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大家也不要吓到 这个我们每个人体内 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照片什么意思 AI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数以千张甚至万张的照片 我把它输入电脑里面 然后呢 它在照的时候 你边照大肠镜或胃镜 边照它就可以边比对 你哪边好像有点问题 它侦测 它侦测 你侦测到特定的位置 它就会比对 是这边好像不太对劲 那这里很奇怪 有没有 像这个有的它只是 这个有点席肉还是什么 就没什么关系 那你看这个面积这么大 这就代表什么 这就代表你跟人家正常的 这个大肠完全不一样 人家正常 AI就比对出来了 比对出来说 这个不对 这个阴影很大 那像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你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AI就是一种辨识 我们开车到百货公司买东西 那这个它造了你的车牌 它就是去辨识 所以你要有这个功能才行 那加上说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光群雷 为什么 因为你去比较一下这几档股票 这个常家智能 我都不好意思 这个本益比一千多倍 我还敢写出来 这没办法算出来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也许人家下半年 获利就会三级跳 就不会这么高 那你这个明达一 本益比26倍还不错 还算OK 那这个靖宏 本益比我们算 可能有点算不出来 今天涨停板 对 那这个就留意一下 他应该第一季获利没那么差 就是第二季慢慢会好转 那充泰 本益比42倍也算合理 以升级股来讲的话 但是这几档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股价都100多块以上 那光群雷只有19倍多 那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他的基本面 光群雷主要是因为他投资一间公司 叫群药医店 那群药医店跨入AI医疗 怎么跨入呢 原来他有做 全球第一款这种持控性胶囊内饰镜 我们有去照胃镜的人都有一个压力 你可能要麻醉 你可能要插管 你可能会恶心 对不对 可是他把它做成胶囊型 而且他的胶囊 我上网去查他的胶囊多大 大概鱼肝油那么大而已 那鱼肝油这个 吞到你体内 你根本不会有感觉 所以用这个患者啊 根本可以一边讲电话 一边做这个胃镜 所以非常算是全世界第一款 他是有领导的地位 造福人类啊 那最重点是什么 他一边照就可以一边比对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那几张照片很可怕的 他一边就可以比对 那这个比对就是谁 就是冲泰涨停的原因 冲泰就是做这个东西 那只是说冲泰被NVIDIA看上找他合作 所以他涨停 那光群雷一样有做啊 他不但有照相 有内视镜 那也有比对的部分嘛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 其实为什么 我说他是国内最便宜的精准医疗概念股 因为做的东西一样 但是他的股价更便宜更合理 那我们再看他还有什么其他题材 当然是他本来就是做 大家对他了解就是雷射全项的防卫印刷包装 这你各种东西买各种东西 食品啊什么都有 那他转投资光药科技 3666光药科 前一阵子蛮强的 6月份涨了30几% 那主要是做增量模 那增量模 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都会看到亮亮的那个透明的 很像透明胶带那个东西都是 那重点是 他在中国的市占率是5成 那在全球市占率是25% 那你如果景气开始复苏的话 这些包装啊包材 就会带动 等于说他本业就已经慢慢要好转了 现在再加上这个精准医疗AI的话 其实题材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说在接下来下个礼拜啊 AI的医疗概念股 如果说你不知道选谁 那你觉得其他个股都很贵的话 那这个股价比较便宜 他已经 其实已经过这边高点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填息成功了 已经填过息 所以你要把息再加回去的话 其实就已经超过这边 那当时啊 这边其实是外资在卖融资很多 那现在融资减少 那外资反而在这边买进 看到没有在这边 那当时6月6号 这边是外资在卖 股价一样 位阶一样 但是意义已经不一样了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OK 那下一棒马上回来 筹码大师他的选股 待会告诉你 好回到节目当中 那要有三大条件作为一个 可是指数都已经涨到这了 还要找这三大条件 这就有趣了 为难你还是为难我们 所以你看我一路选股票 第一大转机 第二股价 很多人讲纳闷的 张老师涨了5000点了 还有大修正吗 来来来 其实有了 我们选讯新的时候 来 我的图 我的图卡 我的讯新 好 这个大同第二 六月份的时候 大同第二 在股价现场 对 OK 那是五月份 你看看 讯新从180 你看到没有 这一年来 是不是大跌 没错吧 大修正 大转机 你就大赚钱 你要有耐心 所以 九月份的时候 全市场大概都跟你讲 伪创广大 那对那种东西 那个股价已经大涨了 它会涨 所以我一再跟投资人讲 会涨的股票 一般人喜不喜欢 我可以跟大家讲 会涨的股票 对我们筹码 专业的操盘人来讲 会涨的股票 我们兴趣不是很大 要会喷 你才会赚大钱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六月份 九十多块讯新 你看到没有 这是大跌的六成 一年都躺在这边 人家都涨翻天了 他根本躺在地上 但是问题 你如果从一年前或几个月买 你会昏倒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买点 你要等他进货整理完毕 这个会喷 所以买股票很重要 你看我半年前 几个月前 讯新我们都没有兴趣 六月份你赶快买 买完以后 投资朋友自己看一下 我下一张讯新 六月份买完 你看看 不到两个礼拜 这不是很开心吗 这叫做高效能获利 对不对 赚钱讲速度 倍速倍速 好 那再错过讯新的 未来 有没有这样的题材 来导播 大转机 大修正 还是一样 大翻多 大转机 股价要大修正 你要听清楚 筹码要翻 所以现在很多那种 AI飞到天上 那根本不在我们的考虑 好了 没有大修正 那你买了 你会很伤心 想买到华福 我想你就很难过了 对不对 好 现在全世界最热闹的就是 AI晶片 王座 谁来针 当然是 黄先生跟我们的苏大姐 但我真的 我看到这个很感慨 现在全世界在发疯AI 结果AI的晶片 也不是你微软 也不是你Google 也不是你Amazon 是两位台湾之子 台南人 台湾之女 我觉得这真是台湾之光 但讲到这个 我有点感触 因为现在的政治人物 都很会骂过去的政府 那我只是想 这都是过去政府 教育出来的台湾人 那我们过去的政府 我觉得从小学 对吧 门口离异廉耻 现在都拔掉了 我是拜托 很多东西 我现在不是在谈政治的问题 你看看这都是 过去教育出来的台湾之子 今天台湾之光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教育体制还是 很重要 好好的 大家考虑一下 我们为了台湾好吗 对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很感 很感触又很感动 乘几何时 全世界AI 不论是谁 都是我们台湾的 这个很骄傲的地方 好 那这一次NVIDIA带来 台湾的热潮 对不对 股价伪创了广达 那涨了两倍三倍的 但那都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因为那已经喷出了嘛 那现在AMD 疏解这几天来台湾 它推出的MI300晶片 要抢工 那MI300晶片呢 这一次在业界的 深度的研判 它不论是在记忆体 H100 NVIDIA的只有120GB 但是 这一次AMD的MI300 却有192GB 所以不论在记忆体 在评观 在功能 现在评估 都比NVIDIA要好很多 甚至好得将近两倍 而且价钱还便宜 是不是啊 那顺便再卖乖乖了 我没有他 有兴趣就买乖乖来吃 好 所以这个台湾之光 所以来 那NVIDIA股票 我想这个我昨天在 昨天台股是藏黑大底 这是我们昨天在非凡的节目 下午的节目 跟投资朋友分享的 来导播上一张上一张 我的那一张 所以大家都跑去追人宝追红机 我问你嘛 人机跟红宝 跟AMD什么关系嘛 对不对 大家知道人宝 红机做什么的嘛 笔电嘛 所以你要硬扯 他是 AMD 那当然受伤的倒霉的是你嘛 真正跟AMD有关的 真正AMD GPU显卡的 全球第三大的是汉迅嘛 那汉迅还有一个优点啊 股价你看看从两年前 过不过瘾 看 大修正 看了就喜欢嘛 大修正 完全符合嘛 所以你说涨了5000点 没有大跌的股票怎么没有 人家躺在这边躺了一年了 你还不把人家当一回事 他是实实在在 标准的AMD的显卡的大厂 AMD的大供应链 那这一次NVIDIA带动这些族群 通通飙两倍三倍的 人家有没有大修正 有没有大转机 这样的股票难道不是财神爷爷送钱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在非凡的节目 跟大家讲在90多块 所以为什么把它称为讯星二号 因为我们当时带你锁定讯星的时候 股价是不是一年的一个底部 对不对 来导播打一下讯星 你们的K线图好了 好 一年多来讯星 你们的K线图 一年多来 这个讯星 这讯星吧 对 2022 OKOK 2023 所以我们为什么六月份叫你赶快买 这买完是用喷的 不是用找的 让我问你们 讯星喷 所以我为什么来这个图 同样这个时间你打 汉讯 不切掉 OK 你看看是不是几乎雷同 是不是雷同 而且跌得更惨 一年的时间 这去年六月 这今年六月 这今年六月 一年来人家都飞到天上涨两倍三倍了 那NVIDIA能够带动伪创广达涨两倍三倍 那我问你AMD它的效能 现在具产业的研究比NVIDIA更好 那我问你现在很清楚现在微软也好 甚至Amazon都积极的跟AMD在合作 因为蒋白他们有点要制衡NVIDIA 那没关系 AMD起来也是台湾人 对不对 反正都是台湾人等一秒 所以你看看这样的结构同学 那我问你 伪创广达来到我 把这个图你打 今天四月 好 伪创 好 伪创 好 伪创 导播打看从这里 从这里就好了 对对对对 你看三月的时候 对不对 伪创才三四十块 现在140 同样的时间麻烦打汉迅 你看见没有 这时候股价在这里 那伪创涨三倍 那我问你汉迅同样掌握到AMD 晶片 而且效能要比NVIDIA好 那麻烦你告诉我 汉迅会长多少 所以大盘我刚刚提过了 现在是M头 还要修正 要提防 好不好 但是至于汉迅 那我问你 一年的结构 他要涨到哪里 这个投资票大家也冷静的思考这个问题了 好不好 当然在下一个 我的图卡 下一个有效的转机 当然就是电动车带动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系 那碳化系的话 未来需求暴增三十分 那碳化系我们觉得谁呢 当然就中美金 来老婆看一下 那你看到没有中美金 是不是也符合呢 是不是也大跌呢 所以我们选股票的原则始终没改 有大修正 有整理 有大转机 所以中美金的结构 也值得投资朋友注意 好不好 提供大家 昨天投信在上柜买超的第一名 就是中美金 第二名是环球金 第三名是合金 这个电动车 碳化系的 上游 系金源 好 提供给投资朋友 做这样的一个参考 我们留在最后一个阶段 明天呢 投资人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因为有台积电的法说 另外呢 当然我们看到了 苏之锋女士呢 今天跟着同仁 拿着这个乖乖 台湾的特产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透过她的这个推特 给大家分享 明天我们可能就是有机会 很多媒体其实 也是追着在明天呢 在阳明交大呢 有这一场很重要的一个 荣誉的一个受证 所以呢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明天 大家还是可忙的呢 我们马上回来 外资你在当冲隔日冲吗 外资今天买的第一名是音叶达开发金 投资朋友 我们昨天告诉大家有499 吃到饱 不是 那这个撮合打密码的 是不是也都有这样的密码在当中呢 这个音叶达开发金 长荣行 张银 国泰永续高股息 企机伟创 宝城 金元电子 还有元大台湾50 其实啊 看今天外资的买超啊 感觉上啊 今天这个盘虽然 往下压 但外资似乎没有要置它于死地的样 我们如果可以看卖超 今天如果不意外的话 今天应该是什么 金融股比较多 你看因为今天压盘的是在金控嘛 那人保这不用讲 人保这个是后面补涨的 这个被卖这个很合理啦 那你再配合到今天的这个 虽然期货新开仓是3100多口 但相较于昨天外资是什么 他卖进月 买远月 也就是说目前外资的筹码算中性 不会太差 好 来跟大家讲 整个大盘 焦点跟短线的操作策略 第一个 我们再把大盘的K线打出来 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时间短一点 你看 最近的这个大量 我刚才有给大家看嘛 第一根大量 4000多亿的是在16994那个位置 所以呢 就是 4天前而已 没有那么远 4天前的那个大量的低点 16990 对这个有上影线这里 这一根大量的低点绝对不可以破 破了 就代表什么 代表最近全部套牢 好那就是波段 有逆转的讯号 好波段有逆转讯号 那 我我我短线判断了 大盘至少要回测十日线 月线破不破 再说 但是呢 这个十日线是一定会来 然后不管有没有跌破 就是这边 会回来测试 再来哦 刚才一开始有跟大家讲到 特别要留意什么 融资这几天是大增的 代表什么 代表散户 忍了这半年终于受不了了 在最近跳进来了 那跳进来 这个盘又出大量很明显就是什么 高档有法人大户外资在这里换手给散户吗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散户你也不能讲说怎么这些大户都在监控我的账户 就是你已经被撩到受不了全部跳进来了 所以这个盘在这里震荡我觉得很合理 如果我们根据技术面的一些相关的东西来看 昨天的高点 因为昨天是这一波以来的大量 我认为量价应该不会同时到顶 也就是说呢未来他还是有机会再来摸一次 甚至越过 然后才会决定到底这一次 这边是 刚才这个大文哥讲的吗 这边是做头了还是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延长震荡的时间 所以这几天大盘的回撤我就可以观察一下 因为你量价不会同时到顶来讲 这个高点是还有机会再来摸一次的 那再来的话 AI短线震荡的幅度加大 那钱有开始流出来吗 你看今天很明显就到生计嘛 所以如果AI可以稍微熄火的话 我觉得好事 为什么 因为AI这些都是大股票流出来钱也多 他可以让一些中小型股在这里 有轮动的空间 不然你看前几天AI那个一吸金很多股票 就跟涨台积电一样变成是垃圾盘嘛 所以AI这里会资金流向要观察 那请你涨多股要分批调节 最关键的位置 16994千万不可以跌破 OK好 那我们也提供给投资朋友 大家都想掌握市场的一个热力 这是投信在昨天呢 这个买超的相关股 那下一页我们就来看卖超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有点这个对坐的样子 今天最新的数字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那因为我们呢 也要看看市场的一个热力 其实在6月份呢 新开户的一个人数 的确是有增加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欢迎光临来到证券市场 新开户数的一个增加 我们也透过界面当中 有增加了97,600人 而另外呢 在大户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也来看看大户人数计增691人 也近5G的来一个新高 所以从1736人来增加到2427人 这是大户的一个部分 而另外呢 中时户也有增加计增了4935人 所以呢 也出现了指纹之后 往上来20546人 这些人都要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另外呢 我们一般的投资人 计增30.8万户 OK 这个也是呢 连续有两季增加的一个情况 那款券划波的一个余额呢 的确也预约增了744亿 这是代表市场的人气跟热力所在 对没有错 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创高的拉回 我觉得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些大户啊 中时户都有回来 他不是 他不是跟过去那样 就是从高点回落 他是从低点开始往上拐 所以我不认为说 行情应该这么快 这一两个月就结束啊 我可能至少再撑个一季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 加上说最近我们看到说 投信最近在卖 所以这一阵子拉回 可能跟投信有蛮大的关系 那再来就是说 你留意一下台币有点震荡 本来升然后今天又变扁 那收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 但是最近是有震荡没有错 但是啊 这个美元你就看美元指数 大概就在100这边 趴在那边也没有强升 那你美元没有强升台币自己扁的话 那是台湾自己甚至亚洲的问题啊 那外资他就不会把钱怎么样 汇回美国去嘛 所以你就再给他一点时间 美元一直没有升值的话 我想他还是外资乖乖的 还是要回头买台股啦 那第三个是你要留意一下 指数现在虽然在17000点 但是内容不是很好 刚才博姐有讲到 跑去买这个AI嘛 所以其他股都死掉嘛 我们看我带来的这个图表 占上月季线的加速啊 17000点 没有看过这样 占上季线只有774加 占上月线的橘色那一条 只有414加 没有17000点这样过 那代表说啊 根本钱通通被AI股吸走了嘛 你指数称在17000 可是AI以外的股票几乎都跌的惨兮兮 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情况 所以未来几天啊 你会发现说 AI如果说他休息的话 就像博姐讲 这样反而是最好的 为什么你资金散出来嘛 那你指数回档 可是中小型股却反而会有机会 那接下来你要留意什么 covas封装的股票 然后下礼拜的生技股 然后AI医疗的股票 可能会发动 那第三季我认为还是有 有机会有高点啊 不用这么悲观啊 那要拉回可能是在第四季的时候 那注意什么股票 我提供一档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8.299的群联 因为你如果AI的话 大家都想到算力 可是你要算力 你也人家讲计算计算 你算你也要计 那记忆体的部分 其实国内群联就有机会 因为他本身大客户就是 技嘉广达华硕 这些伺服器大厂 那另外三星减厂 还有中国采购率的上升 其实对他都是有利的 那么在这个滴润 可能在今年第三季会止跌回升 加上说啊 这个苏之锋也指明说要找翔硕 要找群联 今天虽然拉上去 又被大盘拉下来 但是我认为他后市啊 应该还是可以留意 特别是下半年 有iPhone15 那还有这个 制服器 AI制服器的叮当 我想他是有机会表现的 OK 那我们也跟这个张大文前辈报告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也在股市现场当中 看到了美国针对第三代半导体 跟车用化合物相关的 安森煤 恩智浦 德伊 还有义发半导体 英飞林 柯瑞 还有朗格维 他们呢 在季度的一个营收获利 都有预估往上 对 没问题 第三代半导体绝对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的大趋势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推荐大家 中美金是不错 为什么 因为去年就赚了15 将近15块 本益比才10倍左右嘛 对不对 那大盘在大跌的过程中 反而这种种植的会比较稳健一点 还有大盘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的K线 来导播把六月 大家看一下 我可以跟你讲这一波的下沙 大家看到今天大跌百点 外资怎样 买超五亿 这一波下沙你不会看到外资大卖了 我可以先告诉你 外资不会大卖 为什么 为什么大盘的头部往往是M头 那左肩是怎么来的 左肩是大股东法人先到 所以从端午节前来导播下面 看能不能打外资的卖超 倒不再放大一点 从六月份就好了 你可以看六月份从17300点 那时候杀 短短这个半个月 外资那时候连续到了将近快1500亿 他已经第一波到了 然后呢 外资法人先到 然后这时候谁没到 内资阻力没跑 所以第二波有时候会拉 而且拉还会创新高 所以刚刚明娟讲了 他不创新高 他不创新高 散户怎么会进来呢 所以第二波的下杀是法人已经先到完了 反而内资要跑 所以大家看看这两天大卖的是谁 今天大卖的是谁 自营商 自营商今天卖了快80亿 所以第二波的下杀你要搞清楚 反而是内资的开始下杀 所以这波下杀你不要看到外资好像没杀 你就以为没事了 现在是主力内资在跑 好那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像汉迅的 还有一点倒霉提到 就是刚才今天在座也提到一件事 这个AI医疗对不对 汉迅也转投资了汉卫 汉卫生医 也是专攻AI的精准医疗 所以我觉得汉迅的题材蛮好的 不论是AMD 不论是苏大姐来台湾 甚至生医医疗的 我觉得当然明天恐怕 投资朋友开盘大概心里也有数了 但想尽办法好不好 像这种股票才属于刚刚一个发动结构 台积电明天的法说会 市场都已经开始屏袭以待了 对台积电OK 今天在股价当中有冲高 然后又有压低平盘来作收 这是台积电在法说会之前的一个样貌跟姿态 展明明 展明 加入 麦 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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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明